有话有提问说 这个铜钱枣修剪后呢 可不可以使用零酸二金钾给它使用 其实呢 修剪后的铜钱枣啊 不要给它使用这个零酸二金钾 首先呢 零酸二金钾没有这个护根作用 其主要的作用是 一促进这个养分的吸收 二促进这个光合作用 三增加这个作物的抗力性 还有抗汗抗寒 第四呢 就是增加这个作物的果实 增加这个口感等 同时呢 还可以促进这个快速的成熟 五呢 就是促进这个开花 提高这个作果力的 所以呢 像这种修剪后的铜钱枣啊 千万不要给它使用这个零酸二金钾 它们可以使用一些有脂肥 给它使用一些可以的 或者是一些专用的营养液 给它使用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铜钱枣修剪后呢 千万不要使用零酸二金钾 这样呢 是不对的 可以使用其他的肥料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种肥料呢 是比较的合适的 好了 这期节目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铜钱枣修剪后呢 能不能够使用零酸二金钾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 下期再见